哈喽大家好 我是姚主 我在新西兰 今天呢 我跟大家来说一个 听起来还不错的好消息 就是如果大家在新西兰 已经憋得很久了 那么终于迎来了 可以去海藻玩的一个消息 就是现在呢 新西兰不是已经和澳大利亚 胡同了吗 就是4月19号的时候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之前可以胡同 那所谓的胡同就是说 不需要隔离了 也就是说你入境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去玩了 但是你去之前呢 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规矩 就是你需要还是提前 提供这么一个 你检测的这么一个报告才行 就证明你是健康 但是呢 现在迎来了库克群岛 也马上面对新西兰 开始互通了 就是5月19号 5月17号吧 好像就开始可以互通了 然后任何 只要是从新西兰飞过去的 就应该是可以的 反正这是新西兰和库克群岛 但我不知道如果 大家拿到签证 就是在新西兰河里的签证 是不是可以飞过去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澳洲就是可以 然后呢 因为库克群岛本身是对咱们 中国的护照是开放的 叫做应该说是免签的 那所以如果它这个 互通规矩是OK的话 然后我们到那边也是免签 就可以去海岛玩了 然后呢 它的要求就非常非常简单 就没有说你必须得去 做一个检测报告 至少就不用费钱了嘛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只需要填一个你的健康的声明 证明你确实是健康的 然后就可以去玩了 对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要求了 最主要就是去订机票了 去抢机票 然后有朋友就问说 那如果我要是在库克群岛待着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又爆发了 那怎么办 然后新西兰说没有关系 新西兰呢它会给你包机 就如果这种情况出现 它会把你包机拉回来的 那大家会问 澳大利亚呢 没有澳大利亚没有 如果要是真的 就是爆发了的话 那么就该在澳大利亚待着 就只能先在澳大利亚待着了 所以我觉得库克群岛的这一块还是不错 那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去过库克群岛 至少我自己没有去过 特别特别想去 它呢是那种就特别美的海岛 然后世界上最美的一个就是海水的一个湖吧 然后也是在那边 然后大家喜欢的那种什么浮浅啊 然后跟小鱼玩啊 那种暖暖的泡在水里啊 就是库克群岛全部都能满足 然后它的那个冬天的温度是多少呢 20度平均气温冬天是20度 那夏天就不用说了 所以库克群岛真的是像我们这种 爱怕冷的人爱热的人 最好的一个选择的地方了 最好的地方还没有说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之前新西兰和中国通航的时候呢 就是以前 以前对 一直有航班的时候呢 我如果坐新西兰航空 我会选择从上海出发吗 因为后来慢慢的就是北京的直航也没有了 都是从上海飞 然后是用新西兰航空的飞机来飞的 那好几年都是一直是就在这个疫情之前 都是从上海直飞的奥克兰 对吧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机型是梦想机型 7879 而且这个飞机里面装修的非常漂亮 很多朋友也都发过朋友圈 就叫做就是像在新西兰这个直航里面 打过塔一样 然后它呢是那种藕合色的灯光 然后让你觉得特别的舒适 座位也非常的宽大 就很舒服 哎那现在这个飞机 它们现在没有飞中国 那怎么办了呢 哎现在就是会用到飞库克群岛上 就使用这个7879这个梦想飞机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旅游的感觉的 机票贵不贵呢 那么7879这么大的飞机 然后飞回去是四个多小时 那这么好的飞机 会不会很贵的票价 我觉得还可以 它目前现在订出来的票价呢 是610块钱起 那大家都知道 7879就是有头等舱可以订的了 不会说像新西兰奥克兰飞黄河镇这样 就是没有任何的头领舱或者说商务舱可以订 所以大家就是喜欢出行的 然后有出行感觉的 想找这种感觉的 就真的是可以去订 它的普通舱是601块钱新西兰元起 那就是和3000块人民币吧 往返可能就是6000块人民币左右 我觉得还可以 对 然后现在就是说最主要 所以我觉得说了这么半天 最主要的问题是机票 能不能抢得到 就目前来说它是会是一周两半 一周两半但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学生们都会放假了吗 所以它会考虑说是每天都会有一班这样的飞机 哎呀 我觉得太爽了 我要考虑考虑